还有很多人选择旅游过年 去感受不一样的年俗 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在浙江同乡的乌镇景区 从水乡集市再到长街龙宴 活动丰富多彩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此时此刻呢 我就在有着千年历史的 浙江同乡乌镇景区 那我们既然在江南水乡过大年 我们就先从水上船上说起 您看我身边停着这几艘船 都是年货船 这船上装有大米 蔬菜 还有乌镇特产 乌酒 包括还有花灯 油纸伞 那在水乡乌镇啊 有一个老传统 那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装着各种商品年货的小船 会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水上集市 水上年市 供大家采购买卖 那今年的水上集市呢 有点不一样 不是固定在一个区域 而是这些年货船 会带着福禄寿洗财 沿着乌镇的主河道 一边巡游 一边给游客 还有当地的居民 送上新春的祝福 那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啊 就是今年乌镇举办 长街龙宴的一个区域 现场非常的热闹 大家看前面就是长街龙宴的一个迎客区啊 两只狮子在这里跟游客们互动 他们也是在这里喜迎八方客 那说完狮子 我们再来看看乌镇的集市 除了水上集市啊 这里的集市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您看那边有捏面人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剪纸 大家太热情了 这里是被围得有点水泄不通了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呢是各种小花灯 到乌镇来旅游的游客们 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一个 非常可爱的小龙灯 在天上还飞着一条飞龙啊 飞龙在上神采意义 也是满载着满满的对龙年的美好祝愿 那在飞龙的下方就是长街龙宴了 长街龙宴上的一个主菜呢 就是这个冒着热气 热气腾腾的全家福暖锅了 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啊 还有一些地方特色 比如说鱼园啊冬笋啊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古镇的酱鸭啊 八老饭啊提胖啊 当然还有一道特质的菜肴 那就是这道我们看一下 是八宝龙鳞鱼 那这个龙参啊 就是用草鱼制作而成的 这个鱼啊被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经过油渣之后 再浇上糖醋汁 也是寓意着新的一年 我们的生活红红火火 甜甜蜜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